歡迎收看新鮮話 我是郭靖 我是孫晴晶 是的 這個暑假其實剛結束 感覺最近沒有什麼電影 然後朋友看的又都是恐怖片 這我又不敢看 但是妳忘記現在 備受期待的一部電影 什麼電影呢 相當厲害 我先賣個關子 因為今天特別請了三位來賓 來跟我們聊一聊這部片 是的 我們先歡迎三位來賓 歡迎吸管節 希大哥 大家好 我是吸管節 歡迎沈瑾陽 瑾陽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吳文智大哥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子澄好 是的 所以今年到底大家期待的 這部電影是什麼電影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VCR 柯林弗斯 泰龍 艾格頓 還有新加入的查寧塔圖 朱利安摩爾 荷莉貝瑞 一票大明星現身倫敦首映 是的 金牌特務市集回來了 大家好 大家在台灣 還有TVVF的視頻 大家好 台灣 我希望大家在台灣 也很希望你們享受金牌 街頭飛車加上熱血搖滾樂 市集機密對決延續上一集的 歡樂氣息已刺激場面 而林遠遠的金牌特務小兵力大功 全球賣出4.1億美元 讓原以愛情文藝片 建長的柯林弗斯 多了動作明星頭銜 也捧紅了小鮮肉 泰龍 艾格頓 這部影片改變了你的生命 對嗎 對嗎 這部影片改變了 还有第一集当中的电脑高手 马克思壮这回终于能出外情了 第一集讨论度爆表的瑞典公主 到了续集和男主角AXIE发奖为稳定交往 满足了粉丝愿望 AXIE是缺乏规则的 AXIE是新一代的犯罪 他在做自己的犯罪 Clayboy 我认为AXIE是一位女士 主角AXIE是导演兼任编剧 马修凡恩是导演兼任编剧 有了首集的大成功 续集要扛起票房压力 这回祭出三大卖点 续集故事描述 英国特务组织金士曼遭到反派因素解析集 只好来到美国求助 同样是秘密特务组织的士特曼 英国绅士遇上美国牛仔 充满浓浓的文化差异 每个文化的文化是一种 文化的文化 文化的文化 而且很有趣 在一起 诠释方式 第二大卖点大反派由 朱利安摩尔来扮演崩坏的美国天心 朱利安摩尔2014年以我想念我自己拿下奥斯卡影后 仍然获得金牌特务续集的角色 海多亏 柯林凤斯 柯林凤斯和朱利安摩尔早在2009年合作 知爱无尽时就成为好友 这回变成死对头 影帝以后大对决也是看点之一 第三大卖点也是粉丝最关心的 在第一集中已经领便当了柯林凤斯 复活了 这次你留下了你的眼睛 而是很难以为你 对吗 你做了吗 是的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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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英国金士曼使用西服店伪装 美国士曼用酿酒厂伪装 两个组织相互较劲 亦敌亦友 查林塔图是续集中加入的新亮点 Taren was a complete unknown and he just was exy and I was just like a fanboy and I just wanted to do any part 以及曾经是庞德女郎的何丽贝瑞 修起性感身材 戴着书呆子眼镜和马克时装 一起担任最强电脑后勤 就是一个热烈女儿 然后就变成了电脑后勤 我不知道 这是我还要做的 亮丽卡斯裙还包括 同样是拿过奥斯卡营地的 杰夫夫里即饰演 施特曼老大 还有因为影集独小而成名的 智力男星佩德罗帕斯卡 电影中大秀帅气牛仔套神技法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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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牌特务掀起复顾特务风潮 导演马修范恩不刻意制造 另一个詹姆斯庞德 而是利用许多小细节 像007电影致敬 例如主角必穿笔挺西装出任务 以及各种创意道具 绅士雨傘精品萍香 统统化身武器 尽可攻 推可受 那是短片 我喜欢短片 那是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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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片 那是短片 这位大反派的因素姐 则有装着机器手臂的跟班查理 还有两只凶狠的机器狗 施集同样大玩恶趣味 讽刺毒品滥用问题 你知不知道 有什么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一方面 它是很现实的 但也有了 也有了 那是短片的感觉 那是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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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现在超级一种电影当道 但这股克服精神 因为金牌特务赋予新样貌 继续发扬 底名成就不返之人的 终极价值 是的 所以我们今年最期待的电影就是 紫尖陀螺 哈利波特 柯南 你的造型 我需要特写 这个上面因为有特别是 这个电影的周边商品 是 一个logo 做成紫尖陀螺 金牌特务2 所以这个造型是里面的造型 对 就是他们很厉害的雨伞 但他们的雨伞 应该是比我的高级 还有他们的厉害的 高级的眼镜 哪里打下雨伞 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 对 那是可以 是... 但照道理我是可以看过去 但你现在什么都看不见 我这一次看不到 对 有啦 真的很有这个特物的感觉 是的 没错 好了 演完了是不是 我们可以来介绍一下 到底这部第二集 在讲述的故事是什么呢 先前情提要一下 因为第一集就是 就是小鲜肉升格当特物了 但是他的师父 就是不幸在任务当中过世了 第二集 其实在预告里面 大家已经看过 就是柯林佛斯会复活 他怎么复活 其实是一个卖点 除此之外说 第二集故事主要主要就是讲 就是说 英国的特务 他们的家 还有他们的基地 都是被敌人给炸毁了 你等于没有地方可以去 那怎么办 你只能 向外求援 你要去找美国的士特曼来帮忙 那其实美国跟英国 这两派的特务非常的不一样 像Kingsman 大家看到穿的是西装 西装Beating 没错 绅士 然后打扮都相当得体 但是美国的那个声音 他们就是像西部牛仔一样 然后会拿的Lasso 拿套索来当武器 套索吗 对 没错 你说圈住敌人是不是 对 而且这个套索 还满厉害的 要进店员看才会知道 对 然后他们就是等于是两派的人 要合作 然后来抓出幕后的反派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看点是 上一集不是抱得美人归吗 所以这一集要延续 AXIE感情线的部分 他要怎么样子 一边要拯救地球 然后另外一边 又要跟公主谈恋爱 好棒 然后最后其实 他这部电影 他其实有很多 跟第一集相呼应的地方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 一定要先去看第一集之后 再来看第二集 所以就先补报 所以这个续集是有需要 先去评论一下 对 这样才会有共鸣 他就说原来那个桥段 是呼应这个桥段 OK 会一起共鸣